在无锡不把蟹吃够了 一定会后悔的 开局先来一个老朋友 花小蟹 由于我牙扣不好 就另买了一套拆蟹的工具 螃蟹就是二两五 蟹腮 蟹嘴 蟹胃 都不能吃都给它拆掉 就一说起吃蟹 我就超级有耐心 不太方便操作 等我拆完再给你们看 既然都拆好了 是不是可以拿大勺吃了 还有蟹嘴呢 咱们拆的时候可以拆 但是这个时候省事啊 看我们家这个 蟹嘴会很重一些 当然了 如果你们先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选蟹酿 做这么一只蟹子的 需要多大的耐心啊 你越往下发 就越能吃上那种蟹子的香味 蟹粉吃多了会腻嘛 就刚刚好 螃蟹做什么都好吃 不远的地方还有家面馆也不错 来玩蟹粉面 它这个面的底儿是 牛油面的底儿 蟹粉蟹哥都藏在了碗底 不是还好 蝦肉嘛这是 点的是套餐 还配着一些小菜 鸭汤 咱们吃这个面 好 咱们吃这个面 然后是有底盘在的 太香了 然后再去吃点蟹粉小龙 蟹粉小龙 开洋混沌 能感受到吗 一堆汤 给你们感受一下 这皮很薄 哎呦呦呦 汤又出来了 对我放下了一滴姜醋 温饨 饭皮紫菜 感觉像鸡汤的味道 感觉带点茧味 像个小圆宝 这个肉馅不甜 无锡的鲜肉之旅 到此结束了 明年10月我还会再来的 烟火起狮子的道香市场 都不知道从哪开始吃起了 再买个高团 萝卜丝饼 他们这糯米尔 还有紫米的呢 银饼 烧饼 热得好吃 超级一种烤出来的饼 酒酿 和紫米的原味的还有啥的呀 菲花玫瑰 哦 这里好像就卖菜的会比较多 水灵灵的一片绿 这都是什么呀 我记得上次来还吃了这个泡泡红 这是跟什么藤苗类着 跟蓉啊 我也算不清是什么馅儿 看看 各种馅儿的鲜蓉 不同的馅儿包的是普通的鲜色 这一早餐一堆年糕妥妥们 先趁着来吃个肉汤圆 哦 好 天呐 我喜欢这家的味道 它没有那么甜 多个丝的 有点 上面大一盒儿十块 看起来就像是 先装进去 然后再发酵的 吃一块整整个饼 紫色的这应该是 紫米和糯米 装进的 这是双酿团 这边呢你还能看个糖粒那种饼 真香 当然了 来乌西子包弄满个肉馅儿的 马兰菜 开花 好绿哦 鲁鲁鲁刀败 馅儿的全味儿可以 但这个馅儿本身这个菜的味道 我有点不能接受 一股青草味儿 这个店员好多美 多少钱二张一份 哦 这点不一样啊 能拼吗这个的 那拼一下吧 谢谢 这一家的酸辣汤 好像是有肉的 赶紧找个地儿趁热吃了 炸好的颜色吧 也差不太多 像夹鸡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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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酸辣汤 这个酸辣汤 真的好丰富啊 面筋 牛肉 鸡蛋 酸酥 还有粉条 就这一碗汤 真的都不用掉肚实了 这个味道对我来说有点奇怪 它这个酸辣汤 是那种 就是那些沙县辣椒酱的那种酸辣 甜汁 真的很难去这种灌汤的东西 我为它这儿得起来给我吃饭一点 而且我们在湖区 entering our village 吃了好多家渔浪餅 但是 但是,我们真的一定一定要吃猫花鸟去 猫花的地方我们吃的好像要么是凉 要么就是猫花鸟 只有猫花鸟是现炸的 这些红彤彤的爆炒类们 不盖个饭就是白虾了 从苏州以回北京,给我冻傻了 走,吃点热乎的 爆辣鸡爪,维诺托骨 吃了它,苗辨温豆舌头 呲哈呲哈欲景 火爆脆肠 虽然就是爆炒系列 但每个菜的调味都不一样 像这个菜就很凉下酒 你吃到最后,要凉凉凉 可能还能凉凉脆肠 要好麻啊,好辣啊 今儿可以蓄汤了 它家菜脚牛肉的汤是牛骨汁 不油,不嫩,但是很鲜 下边变了我连白 它这个汤煮完了 它还都带一点甜味 还配了个三饼 香辣不咸 火爆掉龙 大火爆炒 又瘦,但是很嫩 这个菜,我感觉发现了有点对不起的 炒饼,我要的是牛肉的 它酥酥辣染的好吃 这种分开的饼 要发挥它的价值 乐山那一时 怎么能少了甜皮鸭呢 看在这儿份卖的 这也是道凉菜 鸭皮,淋油之后刷过糖 鸭肉就是偏瘦 然后紧实 这一步 这还没说 这一步 这一步 我会变成了 它来给你 感觉 别人 这一步 就会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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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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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